何以故 虚菩提若菩萨有我像 能像 众生像 受者像 即非菩萨 众生的问题就是执着在那个小我 就是凿在那个我像上头 有我像就会产生人像 我们每天照镜子 请问看到的是谁 看到是谁 会不会看到阿猫 会不会看到阿狗 会不会看到一张桌子 是不是看到你 有没有看到我 那个就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我直 那个根深蒂固的我直就产生我像 那个我像就会产生人像 原来这样子就是一个人 是不是 听得懂这个人像的意思吗 我们就是一个human beings human beings is different than other animals 产生这个人像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就从我们就跟所有的众生像就分开来了 是不是 那有的人产生人像 有没有把人当人看待啊 我们就知道 你看这个 这个这个当那个希特勒 他那个人像 我直的人像非常重的时候 他就不把其他的人种当作人像看了 是不是 这个就是无名妄想 所以等一下呢 师父跟大家开始 这一句 我像 能像 众生像 受者像 如果找这个 就是 就不是菩萨 你就不是在发大心 你就没有办法跟佛法相应 你就没有办法跟你的本心相应 你就没有办法跟如来心 跟佛心相应 即不是菩萨